云林慈济关怀户张先生早年离异和养子同住 但是经济窘困 房子老旧 年久失修 慈济来协助修缮 修复的不只是房子 还有父子之间的疏离感情 也拉近了许多 考量居住舒适度 修缮过程处处用心 除了墙壁没拆 整体全面翻新 跟以前比起来 棒啊 无语伦比得好 从最上面的屋顶横梁 还有所有的窗户 里面的隔间 然后包括它里面的卫宜设备 厕所 厨房 然后我们都一并帮它做所有的更新 还没翻修前 屋子残破不堪 每逢下雨就会漏水 71岁的屋主张先生 细关节退化 行动不太便利 他跟太太离异多年 为了延续香火 后来抚养一个孩子 但父子关系长期梳理 因为他是养子 所以从小又去中途自家住了一阵子 到一直到他大学才回来家里 张先生的儿子今年24岁 因为被诈骗欠下大笔债务 经济困难 此季除了秀善房屋 温暖陪伴 父子关系和缓不少 以前没有看过他的笑容 一副苦瓜脸 现在就觉得他会笑 然后会有想法 大好吃 这里这人吃 华一里醋一起张贴喜气春联 志工还准备了丰盛餐点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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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哪两件事不能等 行善行孝不能等 对 志工的爱拉近父子两个距离 修善只是起步 关怀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爱新闻 黄子玲 刘伯明 蔡怡达 云林报导